我们讲这个叫 那有欲的时候关什么呢 关叫 叫这个字含义 比较错综复杂 要加以说明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经典是写 有欲以关其翘 对不对 诀窍的翘 会写这个字 但它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为什么会讲叫这个字呢 叫这个字要比较形象的来说 说明它 可以比喻为郊外的郊 那之所以称为郊 那是跟市中心对比的 我们所谓郊外 一定是附近有一个市中心 一定是有一个城镇 一定有一个主轴 郊就是不是主轴 它是末端 比较末端 它不是本源 它是它的末流 所以才称为郊 也就是说 它是外围的 也可以说 它是变化后的 产生变化后的 就可以称为这个郊 另外这个郊呢 也含有翘的意思 诀窍的意思 有个诀窍在 有欲的时候如何 保持我们心性的综合呢 它有个诀窍在 另外这个翘呢 有个位置的意思 就你要观察内心 无欲有欲 你要不要有个标的啊 你要不要有一个位置啊 你去触摸看看 你就会发现啊 翘直指我们人心的位置 那个佛教不是讲说 直指人心吗 对不对 关心之前的第一要务 就是直指人心 先把心的位置找出来 那我一这样讲呢 又引起大家很多的诧异啦 心有位置吗 心无所不在啊 哪来的位置呢 这个很多争议 这在我很多课程呢 都讲过了 心不是无所不在啦 心一定在你身上 你要相信无所不在 请你现在告诉我 我口袋里现在几个铜板 如果你无所不在 你就得告诉我 因为无所不在表示 你也包含我这个口袋 不是这样吗 如果你说不出来 那就是不是无所不在 你的心只在你身上 你的痛苦只在你身上 有没有在别人身上 没有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 我们常常受制于 经典的文字上 在受制于各中各派的 惯用语不同 就形成了各中各派的 激烈的争辩 这个争辩不是只有 现在才发生啊 以前即使是同样是儒家 陆九渊珠西啊 他们也很多争辩啦 那何况是不同中派 不同中派争辩更多 观察 你的内心 必定是从自己身上开始的 那这个呢 只要一两个礼拜观察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好那综合起来 这个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某个位置 有个诀窍 什么诀窍呢 当你观察的时候 它虽非本源 但是呢 可以起得到 跟本源一样的效果 因为它礁外 是围绕着那一个城市的 对不对 这个城市是由窍外来 衬托出来的 它在形容的是什么呢 这个窍 就比喻为 这个道体 移动之后 来落疏的状态 就比喻为这个窍 未动的时候的 那个合图状态啊 就是它的核心 一变化之后 就是它的末端 它的末端散开来了 它的末端 就是这个窍 好那说 说在我们身上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喜怒哀乐 未发的时候 我们观它的庙 什么庙 各位这个待会儿 我们在 黄念禅课程的时候 一直到进阶课程 我们才谈到 喜怒哀乐 未发之未中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有点细腻 这个观察有点细腻 所以造成很多人 没有办法 这个灯堂入室 一窥内心的躺傲 初阶的时候呢 我们讲的大概 进阶的时候呢 我们就更细腻 所以无欲的时候呢 内心也有一定的规律 一定的波潮 一定的变化 只是那个 合图的变化规律下 我们称为无欲 我们称为它不动 我们称它为静 我们称它为中 只是这个称法而已 那喜怒哀乐 已发之后呢 就是它已经离开了 它的根本 它已经离开了 它的本体 它离开了 它的本贸 那就是说 我们从城市的中心 走向哪里 走向郊外的意思 所以我离开了 它的本体 而往外扩散 体用的问题 它进入它的用 而不是它的本体 所以用教 教这个字 是教外的教 也有应用的 硬的意思 有它的主体以外的 外围的意思 有主体产生变化之后的意思 因为这么多意思 不好形容 所以用教这个字 还要包含它有一个 窍的位置的意思 还要包含有一个 诀窍的意思 各位 你再去查字典 中华文化五千年 里面好几万个字 能够代表 刚刚我所说的 这些意思 总和起来 只剩一个字 哪一个字 就是一个字 所以它不简单 要用字是极为精准的 那我们学皇庭长的人 我们都知道 内心在什么位置 就在胸口正中间 两路之正中 这个地方 就是人生的皇庭 就是那股中气 所在的位置 因为它最灵敏 作为我们的内心 好 那这句话说什么 说情绪未动的时候 我们就看着 这个气机和平状态下 它的动态 它一样是无分别取舍 所谓静的状态 未动的状态 就是情绪未发 就是无分别取舍 那么当情绪已动的时候 我们观察它 我们只用它的气的动态 再去观察它 不加个人的好恶 不加人为的干涉 各位这个话说起来比较容易 不加个人好恶 跟不加人为干涉 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是 诀窍就在这里 那困死无数英雄好汉 也不过就是这个地方而已 首先你要知道诀窍 它的窍门在哪里 你的心缘性海 这个内心的位置在哪里 才有一个观察的标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懂得只看里面的变化 而不加个人的好恶 这其中呢 要不断的检验 要观察 细细腻腻的观察 你到底在内心 正在变化的过程 你有没有用上一点力量 诀窍子在这里 但是它却非常的不简单 你可能三五年后才发现 以前所用的功夫都是错的 虽然那些话 我三五年前都讲过 但是因为你看不到 它的实相 你所走的路 但是不是白走 但是呢 还不能够直接指达本源 就像人人常才说的 说如隔岸观水 静观其变的意思 水不论怎么奔腾 我不跟他参与 我静静的观察 可是问题是这样啊 各位 我们说隔岸观水容易 可是现在这个水在你哪里啊 在你胸膛里面 在你的身中奔腾 你说我如何 我逃都逃不了 我如何能够隔岸观水 我会急 你会告诉我 我快溺斃了 各位你最后的答案是不是这样 这其中有个诀窍在 就是只要你不用力 不论内在如何的奔腾 你当下都可以得到平和 我所谓平和是奔腾气血下 感觉非常静谧 这个听起来是很冲突 但体会到的人 有了悟这个心法的人 都能够证明的 气虽然动 而仍然不违背太和 就是有欲以观其变 这个叫隔岸观水 不跟他偏然起舞 金刚经叫做石像 石像从哪里观察呢 从内心里面 一定点气机的变化 从这里去立定脚跟的 那既然是观心 那必要有个落脚处啊 不然你从哪里去观察 这个是一个重点啊 怎么在自身中找到 这个内心的落脚处呢 差不多好好的 如果各位未参加课程 在家里呢 好好的观察 内心堵的时候 内心慌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不安的时候 嫉妒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好好观察这些情绪啊 差不多不出半个月吧 也能够摸得到 各位要尝试用手去摸 我心慌去摸那个慌嘛 我的心堵去摸那个堵 你只要去摸 你就会发现 最后你就会总结 就会在这个胸口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那个心体就呼之欲出 各位心有个体啊 心有个感受的地方 心有个那个气机在变化的场所 心是个磁场 是个气场 所以叫做心体 王阳明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心体这两个字 讲得明明白白 在王阳明传习路里面 把这个心体啊 把它给独立出来 让我们眼睛一亮 我说原来心是有体的 心是有位置的 那古圣先贤更古老之前 就更厉害了 路途子直接写黄庭两个字 就在我们的这个寸中 中丹田就是了 那里面是什么呢 没有